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雾蒙蒙的清晨 父亲牵着润月的手来到了王家中 王家阿母看见润月到来 高兴的将两人迎进了门 在那里父亲交代润月 现在已经是王家的人了 以后要在这里好好听话做事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开 这一时润月从房间里面跑了出来 他抱住父亲 希望父亲能够带他离开这里 不过在劝说下 润月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 到了夜里 润月从床上爬起来 准备拿着行李 静悄悄地离开这个家 他一路小跑到门口 可由于里气太小 根本打不开厚重的大门 万般无奈之下 润月哭了出来 这哭声很快引来了王家阿母 他哄骗地将润月带回了家 到了清晨 润月在门口打水 阿母将润月叫进了房中 告诉润月 要再做错了事情 是要跪搓衣板的 润月听懂了阿母的话 便将一盘的搓衣板 拿出来 跪在上面 阿母还告诉润月 他现在怀有身孕 要是男孩的话 未来就是你的丈夫 他能够给你带来荣华富贵 润月这一刻明白 自己真的没能再回家了 夜里 王家隔壁 也同样住着一个等郎妹 阿菊 他来找到润月 想带着润月到处走走 两人一起打着灯来到楼上 就在这时 润月透过门缝 看见了一个老人 正在房中数着豆子 阿菊告诉润月 他家男人 已经出去了好多年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就在家中苦苦等待 每天都会数豆子 数到天亮 再一次润月 帮着阿母磨豆子的时候 屋内传来了一阵打骂声 这吓坏了润月 阿母便叹气地告诉润月 秋菊比你还要小一岁 来做等郎妹 已经五年了 金芝婶一连生了三个女娃 到现在还没能生出一个男娃来 将一切问题都归根到阿菊身上 每天无缘无故 就会打骂阿菊 在王家的日子 一天天过去 润月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经常会和阿菊 一起到河边洗菜 洗衣服 无意中 润月看见阿菊手上有伤口 润月就询问他 是不是又被金芝婶打了 面对润月的提问 阿菊告诉他 这并不是金芝婶打的 而是他的父亲打他的 因为他跑回家 父亲觉得 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便打了他一顿 还将他赶了回来 两人一起上山砍柴 在路上 两人十分待悠阿母 和金芝婶 为了能给自己生个男娃 为了能生出男娃来 两人便到有名的 仙人树下进行祈祷 请求能够赐他一个男娃 或许是润月的爱心请求 在不久后阿母果真生了一个男娃 王家人可高兴坏了 给他取名叫思怀 润月和阿菊开心的到各家发喜饼 从那时起 润月便开始照料思怀 转眼记事 思怀已经长成了润月 刚来到王家的年纪 回到家中 润月准备帮思怀洗澡 不过思怀为了避嫌 不想再让润月帮忙洗澡 这时门外发出了一阵响动 原来是隔壁家中的阿英神 做了出格的事 阿母便告诫润月 做女人啊 要守得住 要从一耳中 听到了 嗯 我听到了 润月明白了阿母的意思 联盟点头 又过了几年时间 思怀长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润月仍然会去送思怀上下学 在回家的路上 思怀便问润月下南洋的事情 显然思怀已经对下南洋有所向往 同时 她也更加避讳 与润月相处 农忙时间到来 润月和阿母两人在田地间干活 由于阿母年事已高 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金之神看见了 便让阿母请一个帮工来做事 不然迟早 身体会被泪垮的 为此 请来了一位帮工 名叫春生 到了第二天清晨 帮工就早早来到王家 等待润月去田间干活 由于在之前 春生早就对润月有爱慕之意 再加上两人在田地间劳作 一下子就传来了不少闲话 这让阿母闹得心慌 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阿母告诫润月 做女人不能正眼看男人 你还跟他眉来眼去呢 做女人要守本分 你不能害人害己 在那之后 润月便开始避讳着春生 阿母为了能让闲话少有 便找到书工 想让书工挑个良辰吉日 给思幻办个成人礼 好而两人早点远房 传承下一代香火 就在这时候 一架飞机从天上呼啸而过 马上就要迎来一场战争 思幻为了不被抓丁 与铜板商量要下南洋 不过 这并没有赢得润月和阿母的同意 王家这一天迎来了大喜之日 这便是思幻与润月的婚礼 足足十六年的等待 润月终于如愿能和思幻圆房了 然而这时的思幻 还是把润月当成姐姐来看待 并不接受眼前的润月 这时的她心中万般难受 知道在前一夜没圆房的阿母 是个过来之人 她劝解润月 日子久了就会好的 到了夜里 润月还是依旧给思幻沉水洗脚 丝毫没有半点怨言 阿母为了能够思幻老老实实 接受这一切 坐在一旁进行监督 到了房间中 思幻实在忍受不住这样的生活 她直接告诉眼前的润月 自己一定要去南洋 而且一切也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面对思幻的执着 润月伤心不已 为了能给思幻一个念想 清晨起来 润月便给要去南洋的思幻 做上了米糕 思幻与眼前的润月做着告别 给润月包好了米糕 准备让她带去 就这样 思幻在深夜 悄悄一人 踏上去南洋的路途 等到走后 润月才发现 思幻并没有把做好的米糕带走 她望向窗外 发现思幻早已远去 她独自一人坐在屋内 流着泪 吃着上寸余温的米糕 到了第二天 阿母来到房中 发现只有润月一人 呆呆地坐在那里 这时候的她才知道 思幻已经离开去了南洋 两人抱在一起 哭成了泪人 在那之后 两人都会到村口 等待思幻回来 在家中 润月若是思念思幻 就会拿出思幻读过的书籍 读物思人 身旁的阿菊 看见担忧不已 便在旁边劝诫润月 这样不会有盼头的 面对着一连一曲几个月 润月早已没了盼头 现在唯有希望的 就是阿菊能够和胡仔 早儿园房 生下一个孩子 享受后面的人生 阿菊问道 要是生了个女娃呢 润月了当地回答 自己来养大她 绝不会让她再当等郎美 在一连的等待 阿母只等来了思幻的噩耗 一位阿伯告诉阿母 在思幻上船 准备去南养的时候 得了重饼 在上岸的时候 就已经被丢到了死人堆里 这犹如晴天霹雳般 重重地砸在了阿母头上 为了不让润月伤心 她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阿母最终经受不起这重大打击 一下子就病倒在地 两人的生活也变得异常困难 为了多赚些钱补贴家用 她便上山挑言 在路途中葬于山贼 润月也因此受到惊吓 一下子从商坡上摔了下来 春生见到 立马跑来帮忙 不过润月为了避嫌 并没有打算让她帮自己 春生在冲动之下 口无遮拦地将私幻的死 说了出来 只让润月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跳入河中准备自寻短见 好在春生在一旁救起了她 为了替私幻进到孝岛 润月便不再寻死 而是更加用心照顾阿母 在编制篮筐时 阿菊和润月两人便闲聊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 一个男孩从门外跑了进来 告诉阿菊 胡仔被水冲走了 两人慌张地来到河边 寻找掉入河中的胡仔 可找了许久 还是没能找到胡仔的踪影 在家中的阿母 见到没能传承下一代香火 在无奈之中 她只能前来寻找书工 想让对润月 有情有义的春生 招进门作为上门女婿 出生的孩子姓王就可以了 阿母来找春生说这件事情 憨厚老实的春生高兴坏了 一下子就答应了下来 在两人准备拜堂当日 没了胡仔的阿菊 在这一刻 没了活下去的欲望 跟随着夫君离开了人世 本来要迎接接下来 后半生幸福的润月 却在这时 听到了思幻并没有死去 也便不打算结婚 而是等待着思幻的归来 时间辗转 几十年过去了 润月还是依旧 没等到思幻的归来 她也学习了之前那位老人 在深夜里数着凳子 日盼夜盼 就盼着有朝一日 思幻归来的消息 看完这部电影 挺让人感触的 在那个年代的女性 成为等郎妹 便一辈子束缚在那里 难以逃离 十八娇娘三岁郎 半夜响起 痛心长 等郎长大 妹已老 等花开了 燕已黄 这凄凉的歌谣 永远荡漾在客家土楼里 永远唱不完的凄凉 永远等待不来的情思 久久在我们耳边回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回来 咯 咯 什么